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大家早晨 Online的電影姐妹早晨 我們今天來看羅馬書的第十二章 大家讀到羅馬書的十二章就很興奮 我們把它分成三個段落 第一個段落就是獻賞活祭 就是第一節到第二節 然後第三節到第八節 就是活祭的服事 然後第九節到二十一節 就是活祭的生命 保羅就很斬釘自鐵 第一第二節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 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結的 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根生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謂神的 善良順全可喜悅的旨意 非常地簡單 其實保羅在這麼簡單的這兩節背後 帶出一個很重要的真理 這個真理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獻上活祭 獻祭對於以色列人而言對猶太人而言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obligation 即是是很大的一個他們向神當盡的一個義務 當盡的一個責任 甚至獻祭其實是整個以色列舊月裡面 他們的生活的一個中心來的 今天我們就沒有這個觀念 但是在往時在以色列的社群裡面 這個觀念是非常之強的 上帝叫我們錄日盧錄 第七日要安息 因為第七日上帝安息 所以第七日安息做甚麼呢 安息日很多事情不能做的 安息日只能走一里路 不可以多於一里 安息日做這個不行 那樣不行 目的是要讓人放下手邊的工作 但是放下手邊的工作不是終極的目標 放下手邊的工作 最重要就是安息日要去做甚麼呢 就是去獻祭 去與神連結 這個才是安息日的目標 今天我們就不是很大的這些感覺 因為我們放假慣了 我們星期日不用上班是理所當然的 七天裡面有一天休息 甚至是發來規定 但是你知道在古時的時候 是沒有放假這個概念的 如果你問問清朝的人 或者問問明朝的人 請問你一個月有多少日假期 一年有多少日假期 你的有薪年假是甚麼 你看他會怎樣回答你 他根本不知道你說甚麼 以前的人是不停地做 以色列人是一個很特別的民族 就是他們有假期 但假期其實是讓他們整個生活的中心 圍繞著憲制 圍繞著跟神的關係來發展 所以這個才是那個意義 對於猶太人而言 對於以色列人而言 圍繞從來不是一個次要的東西 是他們生命裡面的主軸 所以當他們信主之後 當他們接受了耶穌之後 其實他們都要適應的 因為索時之間 那現在還需要不需要憲制呢 那即是怎樣呢 你明白嗎 從舊藥過渡到新藥的時候 所以當保羅一跟他說 我們都是要憲制的 他們心裡就覺得 哇 舒服了 原來還可以憲制 不過憲的方式就不一樣了 憲的層次都不一樣了 所以在舊藥的時代 在耶穌未來的時代當中 我們將牛羊獻上 但是當耶穌來了的時候 耶穌為我們獻上了 我們不需要再獻牛羊 那我們是不是就大食懶 以後繞上雙手 響響腳 所以保羅就在這裡提出一個新的觀念 所以他說 弟兄們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就是我們都是要有一個憲制的生命 但是這個憲制的範疇和意義不一樣 這個憲制是將我們整個人的身體獻上 將我們整個人獻上 成為一個活的制 這個活的制比舊的制更加不一樣 在這個活制裡面 在神的眼中是看為聖結的 是神所喜悅的 所以神會越納 其實憲制最終的目的 都是希望神越納我們所獻的制 在舊藥裡面 當神越納我們所獻的制的時候 神就從天上憐憫 神就降臨在會幕當中 與人相近 是嗎? 這個就是整個憲制的意義 所以在新約裡面 我們這樣能夠將我們身體獻上 成為一個活制的時候 神的眼中是聖結的 就是說什麼叫聖結呢? 聖結的意思就是 那樣東西是分別出來歸於神的 就叫聖結 所以這個觀念我們都要清楚 聖結不是只在說乾淨與否的問題 聖結是說那樣東西是否 就是一個突突的歸於神 就是很簡單 如果你家裡有這樣的假設 你是一個很厲害的搖像 然後你做了兩隻碗 同一模一樣的碗 然後你將一隻拿去聖殿 給神使用 拿去的那隻就叫聖 留在你家裡的那隻就叫軸 但其實兩隻碗是一模一樣的 甚至我們再誇張一點說 如果你做了兩隻碗 一隻你雙了金銀寶石 留給自己用 另一個 有都沒有上 就是最原始最原始的那個樣子 但是你將那個 最原始最原始的樣子的那隻碗 拿去聖殿 就供神使用 那隻就是聖結的聖碗 你家裡的那隻雙金大銀 就叫做軸碗 所以其實那個分別 不在於它名貴與否還是什麼 而是那件事是不是突突的 分別出來歸於神 這個就是聖 所以如果我們 將我們的身體分辨出來 將它突突的歸於神 將我們的生命獻給神的話 這個在神的眼中就為聖 是聖結的 神會喜悅的 因為我們突突 其實背後是因為對神有心 是吧 所以其實就好像我們的小朋友 跟我們的互動都是一樣 如果你的小朋友對你有心的話 心裡面記掛著你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很甜 你會不會覺得很開心 在你的眼中 是不是很被喜悅 就是一樣 如果我們能夠將我們的人生 這樣去獻給神 作為一個活際的時候 我們整個人生就是聖結的人生 因為我們將它分別出來歸於神 另外就是 這樣的人生在神的眼中是可喜悅 是蒙越立的 是神所喜悅的 他說我們這樣去侍奉 我們這樣去過我們的一生 我們這樣去用我們的時間 是理所當然的 這個理所當然的就好像一個公民責任一樣 這個理所當然的就好像我們要吃飯要喝水一樣 這個是自然的 這個是必須的 這個是想都不用想的 原來當我們的生命這樣進入耶穌基督的救恩裡面 我們成為基督的門徒的時候 原來我們這樣將自己獻給神 讓自己分別出來 突突歸於神 就好像呼吸那麼自然 就好像喝水那麼自然 請問你呼吸你需要不需要想的 你會不會說 讓我想一下今天要吸多少淡 你不需要想的 因為它是很自然的事 也是一個必須的事 所以當我們這樣去經歷神的救恩的時候 福祉是一個必須 福祉是一個自然 這個就是一個獻祭的生命 這個就是活祭的意思 所以神所喜悅的、神所要求的 就是我們獻活祭 可惜我們常常都是獻不祭 我們常常都是這天不祭 那天不祭 神給我們的恩典 我們都是不祭、不祭的 這樣就滾過去了 這個就是保羅華 但保羅華其實是理所當然的 這個獻活祭背後的意義是什麼呢 其實為甚麼要這樣去獻活祭呢 其實就是第二節 它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生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謂神的 鮮良順全可喜餘的旨意 獻活祭的目的就是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獻活祭就帶來生命的更生和變化改變 這個很重要 如果我們信了主之後 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活 沒有更生、沒有變化的話 這樣就很奇怪了 這樣就變成很奇怪的一件事 反而我們就應該要問 那我是不是真的信了呢 因為真實的信必定會帶來行為上的改變 所以當我們將我們的生命 過大話連篇的生命和日子 那我就要真的好好地去讀經 讓神的話語充滿在我的裏面 以後說的話就是 事就說事,不是就說不是 這樣的時候 這就帶來一個心意更生的變化 神的道理會在我們的裏面 神的標準成為我們的標準 從前我們跟著世界的標準 其實就是沒有標準 因為各人任意而行 從前我們跟著世界的時候 我們是信從我們的肉體 信從那個肉體當中犯罪的律 所以我們要將自我去放大 放大到一個地步 就是我行、我素、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行這個任意妄為的罪 結果我們身體上都得報應 其實這個聖經說得很清楚 那甚麼叫做任意妄為身體上得報應呢 其實我們有時候有些罪 不用想得那麼大 基本上如果我們將它放在我們日常生活裏面 所有人都中的 中國人最任意妄為的是甚麼 吃東西 所以我們任意妄為 不該吃的都吃 是不是 應該少吃的我們就多吃 應該多吃的我們就少吃 任意妄為 最喜歡甚麼 吃飽 是不是 吃到撐著胃都要吃 接著你一頓飽一頓餓 喜歡就吃不喜歡就怎樣 這些就是任意妄為 所以保羅也告訴我們 當我們任意妄為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身體就承受這個任意妄為的罪 那我們的身體承受了甚麼罪 所以我們就衣服高 是不是 我們的肚腩就弄來弄去都弄不走 是不是 甚至自己也想登上報紙 尋人啟示找一條腰回來 腰都已經離家出走了多年了 都不肯回家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任意妄為 不斷吃吃吃吃吃吃 是不是 所以你發現 保羅就告訴我們 我們要將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我們不要下法這個世界 我們要心意的更新變化 就是我們要脫離以前 在世界裏面聚那種生活的模式 要進入一種根生的模式 這個根生的模式裏面 我們將自己獻上 不再以世界 不再以自己為我們人生的中心 以神為我們人生的中心 這個就是獻上活際 獻祭的生命在舊約裏面 就是以神為中心的生活模式 所以今天新約裏面 我們獻上活際 就是說我們的生活 都要以神為我們生活的中心 這樣的時候 所有的東西都會改變 為甚麼有人都問 為甚麼老爺一會很蒙福呢 其實我們真的正在做一件事 就是我們以神為我們生活的中心 特別是童工群 所以你會發現 老爺一有一個特色 就是童工住得越近教會越好 所以我們早期 甚至在北角碼頭的年代的時候 我們差不多所有童工 加上一些族長 都住在同一座大廈 我們全部都住在北角碼頭 樓上樓下的一個大家庭 就是因為我們以神為我們 整個生活的中心 方便我們神徒 方便我們服侍 我們就住在一起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你想想 這個近距離 其實是很磨煉人的生命 因為特別是童工 閉下眼神徒 六點多鐘神徒的時候 就開始見到你 然後到下班的時候 以為可以有一個小小的安舒 發覺大家都是一起走同一條路回家 然後搭同一架電梯 按同一個樓層 我和牧師的更好笑就是 電梯一打開的時候 它是左邊我右邊 然後進入到家裡的時候 我的廳的窗門 就看著它的廳的窗門 所以你發覺長時間 它都不會離開你的視線 你的生活裡面所有的細節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家裡多了一個新的窗簾 一望就知道了 你家裡多了一張桌 一望就知道了 如果你的夫妻吵架的話 一望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都會試過 夫妻有強力溝通的時候 就看到旁邊窗上有個身影 這是一個極大的祝福 所以你要明白 神告訴我們 我們就是要生意更生變化 以神為我們生命的中心點 但是這個會帶來極大的復興 極大的蒙福 也帶來極大的神的同在 在我們當中 611有一個這樣的習慣在裡面 我們喜歡追逐圍繞著教會 以神為我們生活的中心 所以我們就很蒙福 同工的數量不斷地增多 神將很多的祝福都傾到在我們的懷裡 所以其實這也是保羅在這裡所說的 當我們這樣將自己的生命 不停地去更生變化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察驗 何為神善良、順全、可喜悅的旨意 就是說 我們越多的更生的時候 我們就越明白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善良的 是順全的 是可喜悅的 為什麼它是善良、順全、可喜悅的 你經歷過你就明白 當你以神為你的生活的中心 生命的中心的時候 你會發覺很多好事會臨到 神的旨意 神的恩典 憐憫 就多而有多地加添在你身上 你會發覺你的人生充滿盼望 充滿喜樂 積極、滿有能力 以前的埋怨、喲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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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來身去的東西就消失了 無影無蹤了 還記不記得我們在疫情期間 兒童教會都拍過一輯的短片 当中有一个角色 我们设定是东甩姨妈 就是这样 他经常说话很负面 脱皮脱骨 但是当他的心意跟身变化的时候 他就要脱掉这些不好的东西 不要再说这些不好的说话 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去跟身变化 跟随神的时候 我们就越能够明白神 了解神 越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 也越多经历在神里面那份平安 盼望和不一样的生命 好 我们看第二个第六段 三到第八节 活祭的服事 这个活祭我们知道我们要更身变化 更身变化是什么呢 那个内容是什么呢 三到八节就有一个清单给我们 保罗就说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 不如看自己过于所当汉的 要照着神所分级各人 信心的大小汉得合乎中度 什么叫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这个恩是什么呢 其实前面那几章 保罗已经说过了 神赐给他的恩是什么呢 神赐给他的恩就是使他得着 爱邦人使徒的权柄 他可以起来传福音建立教会 将爱邦人带到神的角度当中 这个就是神赐给他的恩 所以他凭着神所赐给他的恩 就是他这个爱邦使徒的权柄 对国人说 所以其实这句说话是很有分量的 因为他等于是当时宗教会的教父 就是阿公来的 阿公就说 他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汉的 要照着神所吸各人 信心的大小汉得合乎中度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活制当中的服事 就是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按照你各人信心的大小 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度 不要自卑 不要骄傲 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度 中规中矩 两边的界限都不要过 就是好像保龄球两边的坑我们都不滚 我们滚中间的时候就会得分 所以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度 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 也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低 把自己看得过低 其实是糟蹋了神的恩免 把自己看得太高的话 那个是骄傲 成为敌党神 所以我们要好像钟摆一样 常常摆来摆去都是保持在中间 这个就是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度 第四节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 互相联络作肢体 也是这样 这个比较是什么呢 保罗就说 就好像我们身体上有很多的肢体 肢体用处都不一样的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度 我们就不是将自己和别人比较 我们可以将自己和自己比较 我今天的我和我昨日的我有没有不同 今天的我爱神有没有更多 今天的我以神为中心有没有更多 但我们不需要用隔离的人来比较 因为各人有各人的生命 各人有各人的路 这个就是看自己看得合乎中度 就像肢体一样 肢体有很多的 每个肢体都不同用处 所以不能比较 对不对 我们常常在基督教里面 很多年都是用这些例子 对不对 眼睛不能和鼻来比较 如果有一天你的眼睛说 我不喜欢 我厌倦了做眼的日子 今天我要做鼻 那你就真的不用上班了 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闻的东西就很敏锐 因为多了 变了有三个鼻 所以肢体不同 我们不需要这样去比较 功用都不一样 神是一个丰富的神 神伺给每个人 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份 所以你不需要羡慕别人 你只需要好好地管理自己 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 我们彼此联络作肢体 就是这样的道理 这个就叫做看自己 看得合乎中道 第六节 他说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 说预言 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 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献化 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 智理的就当恩勤 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然后保罗就举了一些例子 其实在保罗眼中 教会或者信徒之间 其实就好像一个大身体一样 我们要各尽其职 互为肢体 就是互相帮助 互相成全 互相发挥 发挥神给你的那一份 所以我们要按照 各人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神比每一个肢体的功用都不同 性格都不同 恩赐都不同 所以他就举了一些例子 如果你是发预言的 就是你有先知的恩赐 你就按照信心的程度来发预言 不需要勉强的 你的信心未到 你就不要做跨越自己的事情 你的领袖未到 你就不需要加添任何的加炎加醋 总之按照信心的程度 按照神给你的领袖 拿到多少就算多少 得到多少就说多少 不需要和人去比较 那个董贴心他比较劲一点 他闭上眼一发预言 可以说了半个小时 那我就只有半分钟 不行 我要挑战他 于是你讲究一个小时 其实都是那个点 你就用一些言语堆砌 那就没意思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预言究竟怎样呢 才知道不在乎长短 长短不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可以帮到人 最重要是真的有神的概印在里面 哪怕只是两个字 但是只要神吸引下去的时候 他成就的 这个就是好事了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这样 去隔眼和人比较 我们的信心去到哪里 神给我们恩赐去到哪里 我们就发挥到去到哪里 也不是要讨人的喜悦 不是要人的掌声或者目光 我们的服事都是对准神 因为是献制 献制是对准神的 献制不是对准人的 你想想如果在旧约里面 献制的时候对准人都挺论 我和Gino一起献制 假设他拖一只牛 我拖一只鸡 你就会觉得 真是好伤害 那你的献制不用献了 因为你整个献制的过程里面 都在结尼咕嚕 不是的 献制的目光是对准神 我们有多少就摆上多少 我们有什么就做什么 这个就是活祭的服事的内容 所以同样的 如果是做执事的时候 当专一执事 如果是作教导的时候 专一的教导 意思就是 有些像《创世纪》里面 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各重其类 不要混合它 不要越界 神给你的是教师的恩赐 你就不要放下教师的恩赐 不用 你就去追求另外一些的恩赐 去羡慕别人 其实神既然给你有教导的恩赐 教师的恩赐 你就专一教好它 你就专一去用你的恩赐 如果神给你的是执事的恩赐 你就专一去执事 有些人不喜欢做执事的 觉得 整天执头执尾 管你这样管你那样 我想像某人那样 在港台上光芒四射 其实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好呢 真的硬把你放在港台上 你是不是真的会光芒四射呢 是吧 所以我们要看自己 看得合乎中度 但是如果把你放在执事的位置的时候 整个教会得益 整个教会变得井井有条 整个教会变得很顺畅等等的时候 岂不是好 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说给我们 这个活祭的服事的一个大原则 所以你是教导的 你就专一教导 如果你是劝化的 就专一劝化 后面还有两个 如果你有施舍的恩赐 就当诚实 什么是施舍的恩赐 就当诚实呢 就是你不要作难 你就自由 因为施舍不是一个规定 不是老讽 不是你欠了人 你对谁有感动 你就对谁去施舍 你感动是多少 你就施舍多少 不需要硬来的 就是 硬来就没意思了 是不是 也不要因为有人称赞你有这个施舍的恩赐 到最后就成为了一个龙奴在你身上 变成了不施舍不行 那也不是神要的 所以所有人都按照信心的大小 按照神做你的时候的make 现在我们流行说 这个make就是我们的being 这个being是怎样的 你就做什么 然后你就顺其自然地做 其实就是因为是理所当然的服事 所以是顺着你的自然的性情 神做你这个人是怎样的 神做你是很厉害劝化的 那你就去劝化人 你就不要在劝化里面 就变成了 搞到其他东西出来 那就滑蛇添足 反而这件美事就反而变得不好 如果你有施舍的恩赐 你是按照你的良心 按照你的感动 你就按照你的感动去 不要硬来 也不要让它成为了一个标签 驱使你不做不行 成为了一个框框重担 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诚诚实实的 按照心里的感动去做 如果我们是智利的 就当恩勤 其实都是一样 我们就发挥我们那份 恩恩勤勤勤勤勤力的 就不要偷懒 就不要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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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就想放下这一块 再去拿那一块 如果是怜悯人的 就当甘心 甘心其实 英文的翻译用了 寂寞 就是很乐意 很开心的 如果怜悯人的时候 带着一个苦瓜干的面 的话 对你怜悯的那一块也很辛苦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是怜悯人的 你里面真的有这个喜乐 有这个生命去做这件事 你就顺着这个圣情去做 也不是说每一天都要找一个人来怜悯 那是很硬硬 又是很律法 又不是这样的 你心里面对某人有感动 你就去吧 你心里面没有感动的时候 你就不去吧 怜悯不是老讽的 不是一定要给的 但是我们各人 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 心里面 神做我们的那一份 来尽情地摆上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身体的观念 肝就是努力做肝要做的事情 肝就不要多时做肺的事情 那么一个人就会出事 所以这个就是活祭的服事 就是各人专心自己那份 甘心喜乐地以神为中心 这个就是献活祭和活祭的服事 接着我们看九到二十一节 活祭的生命 前面都是一些外在的东西 到九到二十一节 就讲得更加里面 那么究竟一个成为活祭的人 里面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他的生命是怎样的呢 第九节 他说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护善要亲近 爱弟兄要彼此亲意 恭敬人要彼此退让 恩勤不可难待 要心里火矣 常常服侍主 在指望中要起落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行徹 圣徒缺乏要帮忙 客要一美地款待 一个欠活祭的生命 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要有爱 但这个爱是不虚假的 暗示一件事就是 有些的爱是虚假的 有些的爱是不虚假的 我们要是不虚假的 大家都活了这么多年 你都知道哪些爱是虚假的 哪些爱是不虚假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好笑 我们戴着一个面具 但是呢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 那个是面具 只不过问题是 刺不刺穿你 是这样的 所以 但是保罗就告诉我们 如果一个真正的活祭的生命 就是我们要有爱 但这个爱是出于真诚的 不是虚假的 不是表面上的一套 什么是表面上的一套呢 就是可能 你看到我的时候 因为大佬 好大都有一个牧师的咸头在这里 维持一下这个专有的形象 所以我要故意在你面前 说话要斯文一点 要对着你 就是四慢地笑着 谷公前 谷公后 说话就有一个通 这些就是虚假的 我的性情都不是这样 是不是 我只不过要维护一个形象 但是这个形象背后 是不是真实的自己呢 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就叫一个虚假的爱 所以保罗就说 我们爱人不可虚假 恶的就要厌糊 就是不喜欢 你便说不喜欢 是不是 为什么不喜欢也要说喜欢呢 是不是 这个教会有时也会这样的 有些 不过 当然我不是说香港 我不是说六一一 在我以前的教会也会这样的 听见姐妹 就是教会有一个不知为什么 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 这东西够了 我去拿去教会吧 看看教会合不合适用 这个电视快来不行了 想换个新的 这个救他拿去教会吧 把梳化坐着坐着都坐得扁扁的了 但是又扔掉了又可惜 都还能坐的 那拿去教会吧 教会就变成垃圾缸了 就是你不要的东西就推到教会 他不要的东西就推到教会 教会收起来的时候 就变成垃圾了 一间教会里面 四张梳化都不同颜色 不同颜色 这个又不搭那个 那个又不适合这个 所以所有教会的冷气都 变成垃圾 叫风扇滚 因为全部都是 就是快要换 既的东西就拿来 这些就是 但是最麻烦就是 以前的教会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也没有一个执事 或者一个牧者 够胆走出来就说 喂 这些东西不要的 如果你要扔的东西 不要扔拿来教会扔 要扔的东西要扔去垃圾站 教会不是垃圾站 但是没有人够胆说这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要保持一个形象 教会都是与人为善 牧师都是很谦卑的 用旧东西没问题 旧东西拿来 旧东西拿来 我不是说要追求 一些什么名利享受 那些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 但是神的殿 应该要居高华美 为全地所起源 如果我们把这些旧东西 全部推到教会的话 那我们的教会就成为一个破破烂烂的教会 神的荣耀在哪里呢 在旧约的年代的时候 以色列人是把最美的东西 放在圣殿里面 献上去都是无残质 最完美最好的才拿去献祭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 这个才是真正的献祭的生命 活祭都是一样 我们要把最好的交在神的手中 这个才是献祭 如果我们所献的是赐好的 神岂能越纳 神岂能赐福呢 这个就是我们和以色列人之间很大的分别 以色列人很明白什么叫献祭 不好的东西 绝对不敢拿出来交在万军的耶和华手中 所以我们今天在新月里面 我们都要学 所以恶就要厌狐 不喜欢就要说不喜欢 善就要亲近 爱弟兄要彼此亲意 恭敬人要彼此谦阳 恩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烈 尚尚服侍主 福祉神是理所当然的 福祉神就要心里火烈的 要甘心情愿的 要带着那份的passion来到福祉 不要服侍到一个地步成为例行公事 如果这样的话 就不是一个活祭的生命 一个活祭的生命 是心里面对神的爱的火烈 尚尚烧着 尚尚这样来到去献祭 这样来到服侍神 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有第十二节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行车 圣徒缺乏的要帮步 客要一味的款待 所有这些事情你都可以做得出来 是因为神在你的生命里面 对神的火烈在你的里面 所以当然在指望中 我们就会有喜乐 其实意思是 在这份喜乐当中 我们就会有指望 即是我们与神之间 有这份火烈的话 我们就会常常喜乐 在这个喜乐当中就有力量 在这个喜乐当中就有指望 在有神的同在的喜乐当中的时候 就算有患难我们都能忍耐 我们就有那种性患难的力量 我们的祷告就可以行车 我们就可以持续地去祷告 因为有盼望 没有盼望的祷告 怎能能祷得下去呢 你能祷得多久呢 但是当有这样的喜乐 有这样的力量 有这样的盼望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行切地祈祷 永不放弃 永不言倦 因为有这样的喜乐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所以当圣徒有缺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甘心乐意地去帮补 因为我们相信神必定回报 神必定更大的赐福给我们 因为有神满足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师比受更为有福 所以我们可以乐意地去 乐意地去补圣徒的缺乏 客人我们就可以一美款待 你就可以有一个慷慨的人生 你知道吗 慷慨的人是一个快乐的人 如果你的人生不快乐 你发觉你的人生缺少了喜乐的话 试试去慷慨 慷慨的人是一个开心的人 其实开心是很值钱的 开心是用钱都买不到的 有多少人想散尽千金 就是想找到一时的开心快乐 你也很难 但是一个慷慨的人 其实很自然就很开心 所以如果你的人 经常都不够开心的话 不如试试去学一下慷慨 慷慨的时候 你会经历快乐 客人要一美款待 我们很喜欢这一句 所以请人来我家吃饭 我都是客人一美款待 一美就够了 其实是因为自己的厨艺差 这里的一美款待 当然不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一美送 其实就是要不停地接待 其实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慷慨和人分享的生命 你越和人分享 原来你会越多的 我们经常都以为 我们和人分享 分享完之后就少了 但是这个道理 我们又懂得教小朋友 对不对 我们经常都和我们的小朋友说 要和人分享的 小朋友要和人分享的 小朋友都会觉得 我只有两个糖 我和人分享之后 我只有一粒 我不和人分享 我要两粒 所以我无论都不肯和人分享 对不对 但是我们做爸爸妈妈 经常都说 你和人分享吧 你和人分享吧 但是爸爸妈妈说这句话 背后是怎样的呢 背后就是他先给你两粒 如果你真的分享一粒给人 他再给你两粒 甚至给你一整包 因为看到你可以和人分享 所以父母就很开心 其实你想想 我们经常都叫神 我们的天父爸爸 天父爸爸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能够 识得和人分享的话 其实神都很简单 所有的东西都在他手中 对不对 如果他见到我们和人分享的时候 天父一开心的时候 不要说一包糖 一间厂也能出手 他都可以给你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帮补圣徒 我们要款待客人 就是我们懂得 有一个和人分享的生命 这个生命会带来喜乐盼望 这个生命会带来更大的祝福 因为我们天上 有一个爸爸 在天上看着 见到我们乐意分享的时候 他会将更多的 交到我们手中 他见到我们孤孤寒寒寒的 就连我们所有的 都要把它收回 对不对 我们都是这样对我们的子女的 哇 你这个臭小子 这么孤寒 收回你才行 就是这样了 十世节 他说 逼伯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奏助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爱慾的人要同慾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倒要苦咒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这几节讲的什么呢 就是逼伯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奏助 就是我们所说的说话要小心 就算有人逼伯你也好 我们都不需要就助他 我们只管祝福他 因为你越是祝福他的时候 神就越会替你伸冤 所以我们不需要 就是我们信了主 跟未信主之前不同了 以前我们很毒舌的 就是说话很毒的 但现在信了主 我们就要说话带着祝福 不要再用这些这么毒的言语 这些毒的言语不属于神 不是在光明当中 所以我们要脱去这些不好的 旧日的东西 还有就是 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 与爱好的人同爱好 就是那些人很开心 你当然跟他一起开心 但是那些人难过 你跟他一起难过 就是说我们要有同理心 我们要站在别人的立场 去明白别人的感受 去从别人的角度来出发 不要这么自私地 永远是以自我为中心 不要要整个世界来满足我们 而是我们要付出满足别人 这样的时候 就可以彼此同心 苦奏卑微的人 这样的行为就不会志气高大 就是说不会成为一个高傲 骄傲 高不可攀的人 想要我们落地 要有同理心 要明白别人 要为人着想 17节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 以流心去作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听凭主路 因为经常记着主说 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 若饿了就吸他吃 若喝了就吸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算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性 反而以善性恶 一个活制的生命 就是我们不以恶报恶 好的事情 大家都说好的事情 留心地去做 如果是可以的话 无论如何都好 尽力去与人和睦 不要跟人跟跟计较 这个与人和睦 当然不是虚假那种 卑躬屈室 我明明生气你 我不妥理 但我就假扮到 好像跟你没什么 适当的冲撞 适当的打擂台是好事 但所有的事都要出于内心 是要真真实实 成成实实的 那个和睦意思就是说 当在这些冲突当中 我们选择原谅 不是和睦 就是退后不冲突 而是冲突当中 冲突过后 我们选择原谅 这个才是真正的和睦 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己伸冤 灵海让步 我们都可以让人 因为凡事自有神在天上来审判 因为身冤在神 神必报应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 神在天上看着的话 甚至我们可以去到一个地步 就是爱你的仇敌 你的仇敌饿了 你就请他吃东西 口渴你就请他喝东西 其实你这样做 是将炭火堆在他头上 因为你天上的爸爸 看到你以善性恶的时候 你不发怒就他发怒了 你明白吗 你发怒上帝就不发怒了 有得你拖 看看你怎么样 但你不发怒的时候 上帝就火遮眼了 但上帝火遮眼 替你出手的时候 就更加的厉害 总括来说 一个献祭的生命就是 我们不要为恶所成 反对道要以善性恶 我们要让心里面 神的道要发的显明 让我们里面的尾线起来 胜过一切世界里面那种的恶 那种的没有神的状态 这个就是一个活祭的生命 我们这样去过我们的一生 以神为我们生命的最高标准 和中心的时候 这个就叫做献上活祭 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这样做 这样去过我们的一生 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也都是 我们得了极大的祝福 和丰富的人生 愿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献上我们一生 当作活祭 明天我们一生 来赞给我们的相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我要天愿意醒过来到之前 来到处理面前我们如果是 一块一块剑操成为主灵魂 处理守在我们当中与此 生命我要天堂复兴 我们是生生积极实 生结的国度 生生剑山背书的子民 基督是大事 我们是教会 来到处理面前我们如果是 一块一块剑操成为主灵魂 处理守在我们当中运行 圣灵我要天堂复兴 我们是群众的群星 生气活动 生生剑山背书的痴迹 基督是方式 我们是教会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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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火悬崖山背书的子民 我们是 我们是群众的气息 生死的国度 生出天生背书的子民 在这里 使都是民 在这里 我们是脚坏 我们是教会 我们是教会 在这里 发光全样子 新的日 在这里 在这里 发光全样子 将你是 在这里 在这里 让我们每一个的生命都能够 来到去判出神的荣耀 让我们每一个都按着神所做我们的 我们将我们的恩赐能力能够发挥出来 Hallelujah 请信仅仅仅仅爱你 一生在你手里 不甘心 请信仅仅仅仅仅爱你 一生全都为你我愿意 我将神的心上当作伙计 是神结底 是你所喜愿爱的 我将神的心上当作伙计 是神结底 是你所喜愿的 今生即 今生即 已经爱你 一生在你手里 不甘心 今生即 已经爱你 一生全都为你我愿意 我将神的心上当作伙计 是神结底 是你所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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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 我将神的心上当作伙计 我将神的心上当作伙计 是神结底 是你所喜愿意 我将神的心上当作伙计 是你所喜愿意 我将神的心上当作伙计 我将神的心上当作伙计 是你所愿意 我将神的心上当作伙计 是你所愿意 我将神的心上当作伙计 我将神的心上当作伙计 是你所愿意 他是你所愿意 他将神的心上当作伙计 我叫我们今个早晨 我们就从世界当中 将眼目再一次定睁在你的当中 我叫我们今个早晨 调整我们眼睛 用我们的灵 我们的心 和神同步 不再专注在我们自己的当中 却是专注在神的里面 胜利我们来欢迎你 神啊 神啊 吸引我的目光 让我今天我的眼光 单单注视在你的里面 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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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一直在读罗马书十二章 叫我们将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 叫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里面 甚至跟我们讲活祭的福祉 活祭的生命的时候 可能在我们当中很多大兄姐妹跟神说 神我没办法 神我没办法 我仍然很容易专注在自己的当中 我仍然面对很多的艰难困难 甚至我听到神话在我们当中有大兄姐妹 仍然觉得自卑 仍然觉得无力 根本配不起这个活祭 这个称呼 觉得自己根本一点的力量都没有 没办法服侍 没办法活出神的生命 好吗 如果这一刻在你的里面你觉得 是的主 我就好像这样 我就是自卑 我就是觉得自己无力 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我仍然陷在自己的罪里面 陷在自我的享乐的当中 我仍然陷在别人的眼光 觉得自己无办法做得好活祭 好吗 这一刻 我邀请你把手放在你的心上面 圣灵要进入你的当中 圣灵要成为你的力量 我听到神话是指 我已经接纳你 我按你的本相来到爱你 是指 不是凭你的力量去做 是凭我更多在你里面去做 然后我听到神话是指 活祭是你的意愿 是你的愿望 当你愿意的时候 我就用我的身体来跟你交换 我就以我的力量跟你交换 好吗 这一刻你觉得自己无办法 你乏力的 弟兄姊妹 我邀请你把手放在心上面 支取圣灵的力量 为自己祷告 同神讲 神我需要你的力量 我很想成为活祭 我很想服侍你 我很想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我很想很想 过活祭的生命 带着我软弱 带着我无力 带着我今天愿意 圣灵求你进入我的里面 加力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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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耶稣这一刻正站在你们 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面前 耶稣将他的手 按在你的手上 我听到神话 是指得着一份的力量 恩着你的愿意 恩着你想成为活祭的愿意 我要进入你的里面 更多进入你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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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ело Ginger 是指的脑梦 更多的之脑梦 不是凭自己的血气成为活祭 而是凭这份爱的力量 爱的力量 这份爱浓厚的降临 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 因为这份爱 我们有力量去做 然后听到神问我们 每一个大兄姊妹 问我们每一个同工 问我们每一个熟悉的百姓 孩子 你愿意以我的爱 来爱身边的人吗 你愿意以一份的爱 不虚假的 爱身边的人吗 你愿意以一份的爱 去给Kindness 你身边的人吗 给盼望 给慷慨 给怜悯 给怜悯 你身边的人吗 是指你有力量做得到的 爱 就是这份抹制的生命 是指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然后听到神问 是指 愿意因为这份爱的缘故 你愿意以一份的爱 你愿意以一份的爱 你愿意以一份的生命 你愿意以一份的生命 你愿意以一份的爱 你愿意以一份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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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守这个人 遥守现在这个的环境 遥守社会 遥守在你身边里面 你觉得不愿意的事情 开声 开声去同神 祷告 让一份爱的力量 更多进入你们的里面 神你听我们的祷告 主要我们愿意 成为这个的活制 终于我们 靠自己的力量不能 大神 今天多谢你 将一份的力量 赏赐给我们 将一份生灵 浓厚的爱的力量 赏赐在我们的当中 好叫我们可以活出 活制的样式 好叫我们能够 以这个生命来到服侍你 神啊我们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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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好吗 第一次母我们用 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 成为我们的祷告 祝神啊我们愿意 祝神啊我们愿意 一生全都为你 一生全都为你 我愿意 我将身体是伤 但从我记忆 是神啊我们愿意 是神啊我们愿意 我将身体是伤 但从我记忆 是神啊我们愿意 我将身体是伤 但从我记忆 是神皆地 是你说喜悦地 我将身体是伤 但从我记忆 是神皆地 是你说喜悦地 神越纳我们的祷告 神见到我们的愿意 主日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的活儿 好叫我们的生命 单单为你而活 好叫我们的生命 单单为荣耀你而活 主日月纳我们 每一个的祷告 月纳我们每一个的愿意 再来多谢赞美你 多谢你 保罗话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 向神献上活祭 但是活祭要怎么献呢 就是要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就是不要信任这个世界 不要跟随这个世界 不要追逐这个世界 而要心意更新变化 更新变化就是 transform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我们要转化 我们要转化 转化我们的生命 随着我们心思意念的 更新改变 而转化我们的生命 从此我们不再信从 不再跟随这个世界 我们就成为一个转化的生命 愿这个转化都在我们的心中 愿我们的思想头脑 都能够这样来到去 更新换代 让神的心意 神的声音 尝尝在我们心中响起 以至到我们知道 何为先何为恶 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 微小的声音 愿我们每一个 特殷之妹都能够听从 让我们每一日所读的圣经 成为我们道路上的亮光 以至到我们的心思意念 随着改变 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新 就是我们常常都问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样做? 在每一个艰难决定当中 我们问自己 如果是耶稣 耶稣会怎样做? 在每一个我们要冲动行事的时候 我们问自己 如果是耶稣 耶稣会怎样做? 这样我们的生命 就必被根深改变过来 我们的生命就必能转发 成为活祭 土神起源 你姐妹让我们一起 来到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扣圣灵大大的充满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我奉耶稣的名 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有一个能听的耳朵 听圣灵微小的声音 在你心中响起 顺随着这个声音 顺随着这个为善的声音 以致我们的生命转发 根深改变 从此我们不再信应这个世界 不再跟随这个世界 我们围到奔跑追随我们的主 以致到我们的生命 成为活祭 能够献于主的面前 成为圣洁 是神所喜悦的 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 我们如此事奉 乃是你所当然的 主求你将这样的体见 将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叫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配得过你自己的名号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今早晨土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阿们